智能手机拒播三星和华为这个月陆续推出可折叠智能手机轰动全球 但事实上中国柔语科技创业公司早在去年就抢先推出全球第一款安卓折叠智能手机 如今甚至在帽子和手提袋都可以装上可折叠屏幕 它们的厚度甚至比纸张还要薄 柔语科技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 展示了公司旗下的各种柔性屏幕产品 柔语欧洲生产和营运经理汤姆斯表示 公司生产的可折叠屏幕厚度只有0.01毫米 比大多数的纸张还要薄 并具备了全彩色的AMOLED显示屏 一毫米的弯曲半径让显示屏几乎可以以各种角度折叠